这位正在洗盘子的机器人就是阿拉磊 他是天才发明家千丁卫的杰作 由于阿拉磊泰国人工智能 搞得千丁卫根本无法全权掌控 只能落得个每天都替阿拉磊料理善后的下场 而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位天才 喜乐村里同样有着一位与他不相上下的天才马其利多博士 这一次他特地制作了一个机器人 想要凭借机器人一号 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的特点征服世界 就这样 马其利多博士替机器人一号更换好电池 便开始了自己征服世界的旅途 既然是邪恶的化身 那么就先带上几条偷鸡摸狗的勾当 好好地展现一下自己的恐怖 在将企鹅村脚的鸡犬不明之后 马其利多博士对于初战告诫显得相当满意 随即他便开始询问魔镜 谁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机器人 哪只魔镜给出的答案竟然是阿拉磊 对此马其利多博士完全无法接受 马上派出侦察机打探敌情 而他自己则开始翻阅书籍 想要找出阿拉磊的弱点 只可惜阿拉磊太过完美 马其利多博士顿感压力倍增 与此同时 阿拉磊最近不知怎么的迷恋上做家务 总想着帮助千丁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其结果却让千丁卫相当苦恼 仅仅只是简单的熨烫小事 就直接把千丁卫给搞破防 可是阿拉磊却不以为然 反而非常满意自己的艺术细胞 可是这一切都被马其利多博士的侦察机所拍到 在他看来阿拉磊也不过如此 特别是智力上根本不值一提 就在这时 他的侦察机却被宝瓜所发现 这送上门的美食启荣放过 就当做饭后甜点吧 这一小插曲 又让马其利多博士陷入苦恼之中 没想到除了阿拉磊之外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机器人存在 突然马其利多博士通过阿拉磊的漫画 终于获悉了阿拉磊的弱点 那就是他是一个高度近视 为此马其利多博士马上有了新的计划 随即便准备了一封挑战书 就当这封挑战书送达千兵卫手中后 千兵卫却以为这是暗恋者送来的情书 这可把他高兴得不要不要的 大半夜的还四处奔走 向人们展示自己收到的情书 也不知道马其利多博士是哪根筋搭错了 写的挑战书被当作情书看 居然没有半点为何感 没想到这条单身狗居然也会有人爱慕 空洞老爸那是一个羡慕极度困 然后非常贴心地想要替千兵卫里的新款发型 好让他的这次约会圆满成功 就这样 千兵卫顶着一头奇怪的发型回家 差点没把阿拉雷的大牙给笑掉 这造型完全是在致敬阿童物 与此同时 马其利多博士仍在备战与阿拉雷的对决 他将采取先摘掉阿拉雷眼镜的策略 随后便可以将其轻松拿捏 面对做足了准备的马其利多博士 阿拉雷的命运将会如何呢 这或许是阿拉雷最最危险的时刻 想要征服世界的马其利多博士 直接将阿拉雷锁定为自己最大的障碍 在经过一夜的精心准备后 马其利多博士终于准备执行自己的阿拉雷铲除计划 与此同时 勿将挑战书当作情书的千兵卫 还在做着暗恋对象来找他的美梦 殊不知危险已经在慢慢接近 可是这么危机的时刻 千兵卫却做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 为了避免阿拉雷搅黄自己的好事 他竟然打算偷偷地把阿拉雷的能量给抽出来 好在阿拉雷及时苏醒 千兵卫仅仅将能量抽取了一半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不忘对着阿拉雷千兵卫主 希望等会他的暗恋对象到来时 阿拉雷能够老实一点 而千兵卫被人看上的消息 却在企鹅村里不进而走 这可算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葩事件 为此村民们开始搭建舞台 希望把这次事件搞得有多隆重就多隆重 这可把千兵卫给集坏了 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山吹老师解释 不过山吹老师看上去却一点也不在意 还反过来祝愿千兵卫能有一次终身难忘的相遇 而警察鼠鼠们也紧张起来 这次重要事件的秩序 降低阿拉雷横冲直撞引发事故的几率 警察鼠鼠们想到了把他送去宇宙消停离会的办法 那么这个就需要用到宇宙飞船 正好千兵卫就倒不出来一个 不过他的目的却是避免大家太过狂热 想着和暗恋者一起去往宇宙约会 然而尼克大王却偷偷地描上宇宙飞船 当然还有警察鼠鼠 双方狭路相逢勇者胜 结果这一争执 直接就把宇宙飞船给弄倒 更巧的是尼克大王刚好触碰到发生暗影 宇宙飞船就这么启动静止飞了出去 此时正赶往千兵卫加进行决斗的马其利多博士 刚好撞见迎面而来的宇宙飞船 机器人一号赶紧一把将飞船接住 飞机狠狠地扔向警察局 这下警察鼠鼠和尼克大王的计划都泡汤了 很快马其利多博士就来到千兵卫加 并发现了路过的阿拉雷 眼看阿拉雷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机器人一号直接就是一坨巨石扔了过去 阿拉雷瞬间就被击倒 直到这时阿拉雷才发现眼前这个奇怪的家伙 在得知对方就是寄情书之人 阿拉雷马上热情地将马其利多博士 带到了大家搭建的舞台之上 然后欢迎他的仪式正式拉开帷幕 可是大家却被这古怪的家伙给震惊到了 暗恋千兵卫的人居然是这么个家伙 随即村民们便开始起哄了 这可把马其利多博士给惹毛了 立刻开始拆台 然后对着阿拉雷就发起了进攻 虽然阿拉雷并无大碍 可是他却跑着跑着就没能量了 眼看机器人一号就要痛下杀手 好在宝瓜及时出手将阿拉雷给救了下来 在给阿拉雷重新喂饱能量后 阿拉雷瞬间就恢复了活力 随即双方便开启了星球大撞球的游戏 这是把地球和八大行星都当作桌球来玩的节奏 想不到机器人一号居然能与阿拉雷起鼓相当 竟然最终打了一个平手 随即马其利多博士使出一招诱敌深路 在将阿拉雷骗到一处僻静之地后 马其利多博士趁阿拉雷不注意 一下子摘掉了他的眼睛 这下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马其利多博士 结果却让人意外 就这么一会的公主 机器人一号已经寄了宝瓜的五脏庙 最终征服世界的计划失败 马其利多博士哭着回家找妈妈求安慰去了 此人为何如此地痛恨阿拉雷 宝瓜以及千兵喂他们 他就是企鹅村的另一位天才发明家马其利多博士 自从上一次被阿拉雷他们打败之后 这家伙便好好地研究了一番每个人的弱点 例如宝瓜绝对不吃轮胎 千兵喂非常好色 以及阿拉雷喜欢铜爸爸 就这样 专门对付他们的机器人三号诞生了 不但拥有能够切割地球的激光武器 随时用于窥探的高倍望远镜 还配备了全景天窗 马其利多博士甚至凶狠到空调都带毒 随时准备连自己都给干掉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马其利多博士派出侦察机开始打探敌情 不过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那个废材贤嫌美超人 他依然怀揣着拯救世界的梦想 不管村民们怎么辱骂他 嫌美超人始终保持着那颗初心 当然马其利多博士也不屑于收集这种白痴的情报 很快侦察机就发现了阿拉雷和宝瓜 只可惜马其利多博士还是没有汲取上一次的教训 这不又白白地给宝瓜送上了口粮 眼看自己要被吃掉 侦察机哭得内叫一个伤心 心地善良的阿拉雷最终没有为难他 将侦察机给放走 回过头来 阿拉雷就浮在书桌前专心致志地写着东西 没想到阿拉雷也有用心做作业的一天 千丁卫对此简直不敢相信 原来他是在填写履历表 据说是想加入地球防卫队 至于这个地球防卫队 就是嫌美超人因为自己太闲 才想出来打发无聊的东西 很快第一批加入的人员就到位了 其中当然少不了嫌美超人的狂热粉丝阿拉雷 而地球防卫队成立的消息 也传到了马其利多博士耳中 对于想要征服地球的他 地球防卫队就是最大的阻碍 其他人马其利多博士都已经领教过了 这防卫队里突然出现的小猪 却让他有点寝室难安 这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猪 说不定他比阿拉雷还要厉害 好不容易找到了阿拉雷等人的弱点 这突然冒出来的小猪 让马其利多博士整日里都胆战心惊的 完全沉浸在对未知的恐惧中 最终马其利多博士想到了 也组建一支征服世界的军团 这样就可以想办法和地球防卫队抗衡了 然而召集令发出之后 他比贤眉超人还惨 仅仅招募到了尼克大王和他的随从 马其利多博士也不管那么多了 聊胜于无 就此征服世界的军团 便浩浩荡荡地向着企鹅村进发 这才刚一进村 小蘑菇家就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随即小蘑菇赶紧写信 向地球防卫队求援 而这正是马其利多博士想要的效果 还特别盯主要用特快砖地 没多久地球防卫队就收到了来自小蘑菇的求救 地球防卫队就此出发 那么这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 到底哪方能够笑到最后呢